环球网军事7月30日报道 环球时报复新疆特派记者杨生 特约记者张一池 环球时报记者刘洋 当地时间28日上午 国际军事比赛2018开幕式 在莫斯科州爱国者公园举行 这标志着之前有30多个国家189支队伍参赛 同时在7个国家的24个把场举行的军事奥运会 正式拉开维舞 今年中国派出了庞大的参赛队伍 将参加22个项目 仅次于俄罗斯的27项 解放军海陆空三大军种 分别派出精锐队伍与主战装备 与国际同行同场切磋 中国陆军在最值堪点的坦克两项比赛中取得开门红 海军空军参与的项目也可有亮点 坦克两项取得开门红可以说 坦克两项是整个国际军事比赛 20118中最重要的一项 在俄罗斯国防部网站的介绍中 坦克两项也排在第一位 据俄罗斯卫星网28日报道 参与度最高的是坦克两项 这项比赛在莫斯科州阿拉比诺巴场举行 共有23只队伍参赛 报道称 中国队驾驶96主战坦克 如图影的小组第一 第二名是哈萨克斯坦 出中国队以外 其他参赛队都驾驶俄罗斯 T72B3坦克 从俄罗斯媒体直播的比赛实况来看 中国队的96B主战坦克三炮全重 而且射击精度 密集度都很高 体现出该坦克火控系统的优异性能 和参赛者的良好数据 中国队也是小组中主炮射击唯一 一个全部命中的 最终中国队以21分的计时成绩完成比赛 当然 该项比赛中 中国队最大的对手还是俄罗斯队 俄罗斯红星电视台29日报道称 俄罗斯队当天已最快 最准的成绩完成比赛 总用时20分28秒 中国除了陆军派出精锐出国参赛 同时还在境内承办了三项赛事 苏沃洛夫突击部战车车组比赛 擎空 防空导弹兵比赛 安全路线工艺分队比赛 这些比赛将在新疆库尔勒举行 来自十个国家的十七支代表队将在弹漠覆跌展开角逐 29日 傅沃尔勒采访的本报记者在开幕式上看到 中国陆军官兵为观众进行了跳展 陆航武装直升机编队飞行及实弹打击 多种地面装备实弹射击等展示 震撼的实弹射击环节 一开始就由陆航编队带来 两架挂弹的5G10编队低空通场后转向 从观众席上方略过 然后在主席台前方不远处悬停 对远处山上的目标进行打击 之后两架直9挂载火箭8射潮 略过观众席上方 对目标进行俯冲攻击 场面犹人震撼 值得一提的是 直升机略过观众席上方时 如若不抬头看 很可能会错过近距离拍摄的机会 因为直升机发出的声音极小 可见我国陆航装备的降噪性能 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环球时报记者所处的媒体观赛区 位于主席台上榜 与外界有玻璃窗相隔 在坦克主炮射击时能轻 处得感觉到玻璃窗被炮声震得哗哗作响 大多普通民众很少在近距离感受坦克的实弹射击 看台上发出一阵震惊叹和欢呼 战神初纪引关注相对于已经开赛的陆军 中国空军参赛队正在进行最后准备 根据中国国防部网站的消息 此次中国空军派出了轰6K轰炸机 兼C-A兼机机 兼轰机A兼机轰炸机和1276 远救运输机 五行飞机和一支空降兵分队 将参加航空飞标项目四个组的比赛和空降牌项目比赛 其中 轰6K活远九中型运输机 军事首次出国参赛 中国军事专家表示 外界对于本次出国参赛的轰6K战神轰炸机充满期待 该型轰炸机虽然脱胎于俄罗斯图石油 但火控系统进行了大幅改良 偷弹精度大大提高 在去年比赛中 战胜了俄罗斯图22轰炸机 它对于中国空军在比赛中 取得优异成绩充满信心 俄罗斯独立报的报道 引引俄科学院运动研究所专家 尔西里卡申的话称 中国军方承认缺乏实战经验 是一个严重问题 因此 中国正通过对外军战斗经验 进行系统性研究 弥补战斗经验不足 另外 中国开始加强军队的训练工作 并参加各种国际军事比赛 特别是俄国防部组织的年度国际军事比赛 海军在全州比拼海上登陆中国军方 本年度承办的赛事中 还有一个非常吸引眼球的项目 中国海军首次承办的海上登陆 此项比赛共有来自伊朗 俄罗斯 中国等五个国家的200余名官邻参赛 比赛在福建全州进行 中国海军的威胁公众号当代海军的文章 总结了本次比赛的三大特点 一是实战氛围浓厚 按照两气登陆做下海上装赛 浮度伴水 火力打击 突击上路 超越障碍的作战阶段设置竞赛内容 全身贯穿事项要求 二是比赛的抗击率 坚持更快 更准 更强标准 每一个阶段比赛都是挑战极限 挑战自我 三是中国元素鲜名 各国参赛对军使用中方提供的武器装备 弹药 器材 将充分展示和检验中国海军陆战队 主战武器装备的即战术性能 对于比赛场地温和要选在全州 中国军事专家宋忠平 29日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 海军陆战队在全州是有登陆训练场 因此将比赛安排在既有训练场是很正常的 中国首次成败海军陆战队的课目比赛 对于海军陆战队是一大考验 成绩确实很重要 但更重要的是通过这种竞技取长补短 学到他国海军陆战队的长处和经验 宋忠平认为 此次外军军使用中方装备 外军队员对装备的操作能力 以及适应能力 这也是中国海军可以从中学到的重要一点 还有中国专家认为 一大量点是05式两栖突击车本身 作为中国现役最先进两栖突击车 也是目前世界各国现役装备中海上行驶 速度最快的两栖突击车 将这种装备提供给各国参赛队使用 体现出中国海军的开放自信 同时也为整个比赛创造了一个相对公平的装备基础 只有在这种基础之上 才能真正比拼出参赛者的军事素质和素养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保重 遍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